慈戒与念佛的人生观 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 各位沙咪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请放场 那么 今天是这个 我看是大家对面坐好不好 不然就挖一边 不知道怎么办 应该是对面坐 那么今天很高兴了 我们来到了澳大利亚雪梨 我们来到这个零言三世 在澳洲的零言三世 那么秉持的老儿上 上庙夏连老儿上的这个道德 跟愿心愿力 那么在这个澳洲的雪梨呢 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好的一个道场 那大家呢 也非常踊跃 来这里一起盯经文法念佛 那今天刚好又是书 也是2019年的元月二十二十号 那大家有这个因缘呢 在这里共聚 因为我们秉持这个道场的道风 那么念佛求生极乐 这样的观念 那早年我在南卜陀 当教务长 那么广化所上也是以持戒念佛 作为呢 到场的这个 这个主要的修史 那虽然说万佛寺啊 那是教学天台 行尊律仪啊 修 助一身团修规境度啊 这当中的行尊律仪 助一身团 其实都是跟戒律有关的 那所以说你可以可想而知啊 这个 戒律在这个修行的事情上来讲 又是所谓的 佛法的三学 三学的戒定会三学 那念佛呢 其实它本身就具有这个戒定会的内容 那不过这有时候因为生活中啊 你念佛啊 所遇到的问题 要有实质上的一个应对的方案 解决的方案 所以说会把这个持戒的概念啊 再把它单独的提一下子 也就是说戒律是一种 应对世间事物 怎么样符合佛法修行目的 的一个行为态度 它包括是一种心理态度 那这种态度呢 它会使你成为一个 生活中有节有度 那么呢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一个宗教徒 那也依这个为开始 也为基础 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呢 来念佛 那么就怎么样 地基就打稳了 那念佛呢 就更加容易相应 那么再谈到念佛这边来 我们现在总说了 谈到念佛这边来的话 念佛呢 他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他并不是一个死亡态度 或者等死的态度 不是 他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或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但这个态度呢 他不是一般人 生活中对应的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念佛是指的 不是指那个念那个布达 那个南传人的念佛 念佛的功德啊 一般意义的功德 不是 不是这样 是指的什么呢 是指的这个 念佛求生西方 的这个念佛 那相对的这个念佛 这个态度啊 就不容易 被一般 特别是年轻人啊 他一下子所接纳 因为年轻人他就像个蓄日东森一样 他想要 他想要有手发挥 人生要有手发挥 人生有手发挥 就得要按照人生的那些 生活态度啊 人家的生活标准 像我今天 上午来的时候 所说的那半个小时当中讲的 这个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社会脉动 他要去跟他对应 那么他要好好活下去都不容易了 那你说叫他还不要太追求 我们要追求极乐世界 一时之间他会觉得距离他太远 或者是觉得这是你们老人在用的 你们的第一代华人来到这里的移民 或者是被家人接来这里的阿嬷 这个祖父祖母 这个年纪大了 社会什么责任没有了 那么再做 我们呢 我们年轻人啊 我们要被社会所接受啊 我们还得要娶妻生子啊 我们要在社会上 不是扬名立望 好歹也要有一个地位啊 经济地位 社会地位 我出去才不会被人家看轻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叫他不要太追求啦 世间是一切虚妄啊 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往生极乐 他一时之间会迷惑 或者会逃避 或者是难以接受 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世间法 就是所谓的见着烦恼着 为什么烦恼 因为他面对这些欲望 他没办法超越 为什么叫见着 这见解大家都这样见解 我记得我以前 在那个陈大读书的时候啊 那我那时候就李平头 那穿的是那个白色的衬衫 从来我就没有穿第二件衣服 做衣服的赚不到我的钱 那那个裤子呢 大家就穿灯笼裤 练武功的那种灯笼裤 就有点像有个绑腿那样 那鞋子呢就穿深鞋 很多人骂我 你又不是出家人 为什么穿深鞋 我说我不是出家人 对啊 那为什么不能穿深鞋 反正我身 所以鞋子看起来像出家人以外 头发我李平头啊 那衣服我基本上是黑裤子 那个白衬衫啊 那也还好嘛 手上我挂念珠 大二过后 大二我就这样 大三大四 然后我去那个 我主持那个佛学社团 佛学社团学校要搞那个比赛 学校社团要搞比赛 不知道为什么搞 他搞了一个化妆 不是 化剧比赛 各社团要来一起比赛 这样 那我们那个佛学社 传统佛学社就是 很内敛石板啊 说石板不好听啊 就是比较保守 那大家都慌了手脚了 这是学校说要这样比赛 那我们参加不参加 不参加好像说不过去 要参加不要怎么弄 那我当社长 我就说没问题啊 我们就参加 那我就写剧本 剧本当然拿佛教故事来改编 然后学 还有这个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要讲什么话 然后就开始影印机 去影印电影 影印那个剧本 大家来练吗 我什么都干 大三的时候 然后就遇到一个学校的老教授 我这很印象很深刻 当年嘛 没有电脑 是不发达的 还是要用王安电脑 你就知道我年纪有多大 王安电脑 听过的人都没听过 打卡 一张卡的打洞 只有某些年纪的人才知道 你应该知道啊 打那个洞 还得去排班 所以大家影印机 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资料拷贝的一个来源 我就在影印的时候 有一个中文系的教授跑来 然后我带了念珠嘛 我在那里呢 我在那里影印了一张什么 影印一张背景 演舞台剧不是要有背景吗 我如果影印一张 很大的一张背景 我把它贴起来 我把它切割了影印 那上面影印的 那影印什么呢 就是 印光大师不是写一个死字吗 死亡的死吗 常念此字 这个道业自尽 意思就是常念此字 常常念的这个死 道业就会增上 这是汉传南传北传 大家共同的见解 这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那印了很多张 我打算把它贴满 那个背景 那都死死死死死 这样子 那样才会怎么样 才会引起这些比赛 参加比赛评审的老师 的惊恐 你懂吗 我就要引起他的惊恐 然后我要从这里去演那出戏 很多很多 把它贴满了 你可以想象上面的一个死 这易光大师的字死死死死死 死死死因为 这样子 那是 中国人 华人最忌讳的 就是死那个字 而且我还故意用白子去印 白子黑字 拿上面有一些死 然后我贴满它 这也会让人家很惊恐 那我又不能事先透露消息 我偷偷的贴在一个大海报上 那海报还好几张 再把大海报一起贴上去 这样在转场的时候呢 我才能够一鸣惊人 那时候想法是这样 非得得名不可 看不起佛学社的人 我的高 我让你翻转印象这样 好 我正在影印 来了一个中文系的老教授 陈大有很多老教授 就像台大一样 他是个老学校 所以很老教授 那老教授有些讲话 有些你都听不太懂 那种 就当年国民党来的时候 带了一些老教授来 没地方塞 就塞到我们这种老学校里头去 是这样的 结果我们有很多这种 但是这些老教授也有一些绝活 比如他会唱诗 他会唱词这些 这我们都有学过 久了没唱 我有点忘记 但是他呢 我们有一位叫做李勉 老教授 这是在当年很有名的 他还能够唱古诗古词 我们都有学 那老教授来看 哇印了这么多诗啊 他就开始讲话 年轻人不这么积极一点啊 还带什么念珠 哇我看你还穿这种什么鞋子啊 搞怪 那我就跟他 这佛教啊 佛教啊 佛教很消极的啊 什么什么 他就开始讲 哇 我就跟那个影音界小姐 这交给李勉 我来跟他谈一谈 我就把他拉到旁边说 请问教授你是我们学校 他说是 你在教中文 我看你样子 他说是 你知道什么是佛教 你知道什么叫迷信 你知道什么是佛吗 我就在一路问他 你知道你死会死在哪里吗 我就在问他 你怎么这样子啊 你怎么讲话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是你先不客气的啊 我在硬我 我没跟你讲话啊 你说我迷信 那我们现在论一论呢 你知道什么叫佛教 你知道你怎么活的吗 你知道你怎么死的吗 你知道你死的这口气不来 你会到哪里去吗 我一直问他 我一直问他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这样 我最后就说 你看我的问题 你都答不上来 你看看 答不上来 你以为你活得很好 你这才叫迷信 我知道我要死到哪里 你知道吗 哎呀 我看你头脑坏掉 我说我头脑哪喝坏掉 我物理系的 我哪里坏掉 吼他 我告诉你老师 我告诉我老师干什么 我又没做坏事 你告诉我老师 那个时代 还在搞戒严 你懂吗 学生太坏 他要去告老师 很好笑 陈大没问题 陈大是 陈大校风很开放 如果陈大教授 上课要点名的话 是给人家看很low的 很low你懂吗 还是程度太差 上课要靠点名 才能够撑得住场面 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很明显的知道 比如说我回家的时候 我家住北头 台湾 台湾头台湾尾 一个是台南 一个在北 这样 大概坐火车 坐公车 大概坐六小时 哦 那有时候就还是穿这套衣服 手上还是缠在念珠 我就去坐火车 你老会遇到老人 那他就会来 哒哒哒哒哒跟你讲一些什么 不要太迷信 我听到这个我就很火 我说什么叫迷信啊 我们信仰佛法 你说我叫迷信 我信入了 你说我叫迷信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后来我慢慢的体会到 当年我有一个 也是佛学社的学生 不错了 佛学社的同届的女同学 我们比较有话谈 他现在是 陈大的院长 未来搞不好还做校长 你现在女生 台湾的女生很厉害 他这样 他已经是做院长 院长再上去就校长 那这宗教法的事情 我还跟他留联系 那那个时候呢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读的是 是文史的 他就讲了一句话 那时候我听不太懂 我即便那时学佛我也听不太懂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们读文史的人 他有一个概念 他就说 他也学佛哦 这个女同学当年也学佛 我们还一起去打过佛妻的 所以大家有得聊 他聊着聊着呢 他就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居然影响我 到现在 但他早就忘记了 三个月前我跟他电话 talk一下 我跟他讲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讲过这句话 他早忘了 言者无心的听者有意 他讲什么 他说 这个佛教 在中国一直缺乏主体性 一直缺乏主体性 什么叫主体性 你看到你到中东 你到那个阿拉的国度 别走远的 你们这里有很多马来西亚人 对不对 我们这摄影的失误也是马来西亚人 到了马来西亚 你敢在火车上大喊阿弥陀佛 大家一起朝山 我告诉你 人家不会对你怎样 但侧目的一定很多 可是你一定会一天听到五次怎么样 五次什么 祷告啊 阿拉祷告一天五次啊 有没有啊 对不对 而且是怎么样 整个播送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用大喇叭播送出来 你不听都不行 对吧 然后呢 你能抗议吗 谁敢抗议 谁敢抗议 你说我信阿弥陀佛 我正要入禅定 你给我阿拉 吓一跳 这样不行 你敢吗 你不敢 他敢 你不敢 他是主体 你不是 你不能讲话 他说要怎样就怎样 所以他是主体 这样懂吗 懂不懂 在文化当中是有祖虫的 在汉人的文化里头 事实上是儒家为主体 儒家说了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忠孝仁义心 有没有 这是儒家讲的 西方不一定讲这个 虽然他也算是道德的一种 但不是这样 佛教讲什么 佛教讲慈悲 智慧 解脱涅槃 无我 空 寂静 他也讲 不杀 不道 不淫 不邪淫 不妄语 但这只是他的手段 但还不是他最高的道德 他最高的道德是慈悲平等 慈悲跟平等 他就很可能超越了 你儒家讲的什么 忠跟孝 因为忠 只忠于我国 不能忠于他国 平等 孝 只能孝顺于我自己的父母 我不能孝顺到别人的父母去 但是呢 讲了平等 一切众生皆平等 我出家了 一切 是一切 女人如母 一切 男子如父 要这样 所以这 儒家的人 我的高中老师 我的高中老师就说 他就是专门 我读师大附中 师大附中 你看看 师大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什么 儒家的大本营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 皈依弟子 他曾经很辛苦 我那时候我人在 青龙寺 你Google查一下 青龙寺大概是我 二六三四四十岁以下 四十岁前后 那个时候我去住青龙寺 那住青龙寺的时候呢 他是我的一个皈依弟子 他就在师大读博士班 就他选了一个题目 是很老的一个题目 就关于韩裕学佛的事情 的一个考据的一个题目 在他选好的题目之后呢 他的指导老教授就一句话而已 不能够骂韩裕 不能够说韩裕错 意思是不能够说韩裕批佛 吠佛 韩裕他提出 当年的皇帝不是要赢佛谷吗 那韩裕呢就不爽 他就骂那个皇帝说 你这赢佛谷是迷信啊 是怎么样 这样他就 就棒佛就对了 后来韩裕自己学佛了嘛 他自己觉得他过去是不对的 他要研究他这一段的思想转折 结果他那个 他那个博士班指导教授 我就跟他讲说 你写这个题目可以 但是你不能到够骂韩裕说 棒佛是错的 他要先给结论 都还没做研究就先给结论 而且还摆明了 如果你不按照我这个结论写论文 我论文不会让你过 哪还有这种的 就真的这样 他就很哭闹 他说这样到底还读不读的 还能不能读的下去 还能不能写的下去 我说可以啦 不然你就找个换个老师嘛 或要不就换个题目 你闪过去 他说他就学佛了嘛 他想要厘清这些 到底那些人棒佛什么原因 我说棒佛还有什么原因 那就是他的人本主义过头了 好了 那这件事情我们讲下来 你会了解说 他其实是一个文化问题 西方的文化是一神教的文化 你很难在这里让他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 阿弥陀佛佛教或净土法门 那么我们的汉人 他又儒家为主体 那么你要让他能够超越的话 你很可能连你自己都进入在儒家的那种 那种家族信仰当中 那你很难让他清楚 那让你的小孩又在远地 又在这样异国度当中 异文化当中 他要去争取生存 他相对就不容易 这个时候你 作为一个佛弟子 你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 也就所谓的剑拙 剑拙 剑是拙的 施剑上 他是不会符合佛法意涵 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自处 那么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两个 一个是生命的根本安止处是什么 第二个是 还没有到生命的根本安止之前 也就是还没到死亡的平常时间 那我到底要依着什么样子的态度 来生活 来应对 来面对 来抉择 那就分得两大类 华人呢 如果他没有宗教信仰 他这种话 我刚刚讲这种话 是不会去听的 为什么 因为畏之生 焉之死 他提倡的 虽然这句话没有恶意 孔老夫当年讲这句话 也有各种解释 有的解释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了生才能脱死 意思就是说 我应该把生的事情做得好 死亡自然就OK 有人解释成这样 畏之生 焉之死 他是反面的说法 你应该把生 活着的时候的事情 你都没有好好做清楚 弄对 你今天跟我谈死 你还能怎样 你能谈什么死 有人是这么讲法 他说 所谓的存存而敬 这才是生的事情 存敬 存存而忠肃于人 修养对了 活着的时候修养对了 死就自然能够圆满 这种说法 我们也可以接受 但不够的 世间有多少所谓的 自认为是好人的人 他还是不知道要死到哪里去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我刚刚讲那位教授 他跑得来跟我指责 他自认为他是好人 对吧 他告诉我 年轻人怎么在影印这个死字 怎么这么没有斗志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读成大 成大应该将来要 为社会国家 要不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做一点什么事啊 你怎么这么没 这么没有一个斗志 这么没有一个 好像说 好像说这个这个这个 年轻人该有的 朝气 印了一大堆死 而且还摆死黑字 他就觉得他是讲这种话 他认为是怎样 他认为他对 他认为他指责你 或提醒你完全是一番好意 只是说他没有 他没想到他完全踢到铁板 那天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是什么 他被我变到没话讲 然后信信然离开 连影印也不想影印 然后旁边影印小姐 就在旁边 一直笑 听得很好笑这样 那影印小姐大概也听不太懂 他只是觉得我怎么那么凶 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别惹我 谁惹我我惹谁 我佛教不是好让你好惹的 你怎么可以佛教你就这样让你调侃了 那以后要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 以后谁敢学佛 年轻人谁敢学佛 我是为了以后年轻人学佛 不要让你看清 我非得好好的让你知道一下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的态度其实没有恶意 我只比较尖锐的反问他一些 他自以为是的事情而已 他答不上来 这样而已 但是他不是觉得他是好人吗 所以说 做世间的好人 为之生 焉之死 那种我把生弄对了 死亡自然完成 这不尽然 你要知道为什么 三世的因果当中 今生你过得好好的 你很难保证你的过去式的恶业因缘 会不会在临终的时候出现 这第一种 第二种 你觉得你活着好好的 那是因为你的福报够 你的冤亲债主没献钱 要不就是你献钱的眷属 基本不错 懂吗 懂吗 儿女也还没有做什么坏事 老公老婆呢 也没有呢 是什么感情出轨 那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呢 基本可控制 然后呢 你遇到的朋友呢 都是佛教徒 没有来叫你去标会 捣你的钱 你私房钱被捣光光 那你遇到的师父呢 基本上呢 还算节制 不会一直跟你花园 比如这一类的 你都感觉很好 但这也是今生的好园 你知道那个悟达国师啊 拜过水赛没有 悟达国师 他是东汉 没错了 西汉 汉景地 文景地 时候的人 隔了 将近一千年了 他当年是谁 悟达国师当年是谁 是这个这个这个 原案展朝措的那个原案 也就是西汉 文景地的七国之乱 他要急切 朝措呢 他提倡说 极权中央 削弱地方 地方都是那些 表兄弟 兄弟 兄弟啦 叔叔啦 那些血缘关系的 作为藩属国 然后呢 他要急切的要去动用 要去削弱他兵权 结果就惹来了什么 这七国之乱 结果文景地这个人呢 汉文景地这样的人呢 在历史上是被评论为 明君 但他这件事情做错 为什么呢 因为七国都来维京师的时候 他们讲了一句话 斩朝措 清君策 六个字 斩掉朝措 赔罪 这朝措下达指令说 要削弱我凡属 削弱我们这些 叔叔啦 唐兄弟的兵权 他要搞我们 所以呢 斩朝措 三个字 接着清君策 君往你旁边那些对我们有恶意的 通通给我 get out 让他辞职 卷铺盖 吃自己 你知道吗 我做一个皇帝 我要对待周边这么敏感的军权 要把他拿回来 这是多敏感的事啊 你怎么搞得全天下皆知呢 原来是原案告出去 原案 原案呢 一向跟朝措 是余量情节 互相对抗 他去把消息交给什么 交给苹果日报 交给纽约时报 报了全世界都知道 全国朝措完了 全世界人都要杀他 他没对策 文景帝呢 你作为老板的人 你是拿他的策略 今天你老板要扛下来才对啊 结果你知道怎么说 那不是我的意见 那是朝措的意见 你看看 这什么跟什么 半军如半虎 听到了没有 完全是这个状态 结果你知道朝措在上班的时候 要去总统府上班 在路上 被警备总部的人给请下来 一副好意哦 他穿的是朝服哦 就准备去上班 穿的是朝服准备上班 警备总部的人跑得来说 哎呀 曹大人啊 那个刚好有事情 皇上约你往哪儿走 结果当下把他骗下车 骗下车就直接开往哪里 东市 不是丰元那个东市哦 东市是哪里啊 一个城 一个城有东西南北嘛 在东边城门那里 有个公共市场 专门做公共买卖市场用 那里人潮最多 那人潮最多的地方 有一个杀的 皇帝杀头的 砍人头的地方 要斩首什么 事奏就是在那里 这样纠集人很容易 你懂吗 菜市场都是些什么 三姑六婆啦 会传消息传得很快 男人女人老人少 老人年轻人马上就会知道 他就斩于东市 是把他骗到东市 没让他有一点点反抗的余地 跟举牌的可能 跟要求公平审判的机会 都没有 而且后面还有更可怕 斩曹错的同时 另外一群警备总部的人 散在各地把曹错所有的家人 一举全部杀死 你说这曹错恨不恨 恨不恨了 恨了 谁干 元昂 所以元昂吓到 吓到了之后呢 这个什么 巴巴巴 出家去了 一出家 今天要讲了 持戒念佛 他有持戒没念佛 就差一个念佛没念 结果他持戒啊 这一持戒朝错当鬼了 阴鬼了 气死了 跑去阎王那里 填申请表 懂吗 申冤 人间皇帝对他不忠不义 同班同学 曹错跟元昂是同班同学 你看 我不跟你讲吗 冤亲平等 你们家也有一个夜间部同班同学 基本上是夜间部 谁啊 老公跟老婆不就是夜间部 同班同学吗 同班同学啊 常常会相害 相爱所以相害 相爱所以相爱 你懂吗 第一个爱是爱情的爱 第二个爱是妨碍的爱 所以相爱所以相爱 因为相爱 因为相爱 又相爱 因为相爱 下辈子再相爱 就是这样 就这样滚动的啊 人生是这样的 先搞清楚 这就是人生 两个人相爱 如果不相爱 还能叫相爱爱吗 第一个爱是爱情的爱 有了爱情就会相妨碍 如果相爱而不相妨碍 那就不叫相爱 对不对 是不是嘛 是不是 你老公一回来 没看到你 紧张了个半死 妨碍他的安宁 得回到家里 看到老婆 他才觉得安稳 爱 爱得爱也 要妨碍 爱情就是要让他痛苦 极端让对方痛苦 那才叫爱情 一点都不痛苦 那就不叫爱情 好怪异 那就这样 那么他呢 同班同学 他恨 曹措这样死了 不瞑目 所以儒家没讲这件事 他们就读儒家的人了 儒家 不 不 不讲这件事 等到自己朝措死了 才发现 还好 死亡还有个世界 所以他这样有机会了 要报仇 他就马上去怎么样 去阎罗王那里按铃申告 填申请表 干嘛 他是冤死的 冤死的不应该 在阎罗王的iPad里头 还没有死亡名单 还没送上来 懂吗 阎罗王当然也是求进步 用iPad比较快 划了半天 没朝措这个人 朝措跑着来说 我是 我是冤死的呀 冤死 是谁把你抓来的 没谁把我抓来 如果谁把他抓错了 那些抓错他的鬼要论 要论罚的呀 没有人抓错 原来是原案搞他的 他就开始写申请表 那么这申请表就送上 玉皇大帝那里 玉皇大帝一看 哎呀 可怜啊 一举同情类 好 一个印章盖下去 可以 让你下人间做厉鬼 要求平反 哎 申请书申请人家很有效率 三天就下来了 比人间有效率多了 你懂吗 人间申请三个月都不一定下来 哎 下来之后他马上就跟过去 太慢了 太慢了 干嘛 人家 他同学呢 总是比他快一步 干嘛 出家去了 跑去出家 出家还不是一般出家呀 他还求忏悔 他还去持戒 哎 这一持戒 大力金刚神就出现了 曹错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申请书来说 那个 四大天王 我要找你那个家伙 四大天王说不行 他现在是我的人了 他现在持戒金言 我得守护他 你回去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他害我 害我以后再说 结果原来 这个操作很火 折一折 放进口袋里 干嘛 在他出家的庙的外面 租了一间音庙 住在那里 等着 就进看管 看他哪个时候犯戒 好 冲过去 因为他因为犯戒 忽把神就离开 你懂吗 他就可以有机可乘 就可以抓住他脖子 我抓住你了 你害死我 八点党不是这样演的吗 结果呢 等了一次 他安然原急 人家辞戒 你照再大的罪 持戒一经言之后 通通你拿他没辙 但问题来了 你持戒没解脱 还没解脱 不是说持戒不好 你持戒但是还没有证悟 你而且你 太可惜了 他今天来听演讲就搞定 干嘛 他没有念佛求往生极乐 结果还在三界轮回 结果呢 他这一次做了高僧 十届高僧 安详原急 朝措在外面 白等了一辈子 还付了好多房租 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也没办法 护法神守住 他就继续观察 用GPS定位 这一定位发现 他又去投胎了 长大长大长大 又去出家了 把他气死 又持戒 又持戒很好 第二次 又泡汤 朝措呢 再等 恨了 知道吗 恨了 所以话又说回来 所以你们 我们要是说 有什么老公老婆 专门搞我们 或生着什么小孩子 这么很不孝顺 这种其实你也不用太难过了 为什么 那搞不好就是你的朝措 是不是这样 他搞不好就投胎来报冤的 是不是 所以说其实也还好 刚好而已 当做消业障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那个朝措恨成这个样子 跟 再跟 然后原案呢 说 抓不到 抓不到 我再出家 再守戒 再出家 再守戒 再出家 再守戒 连续十世 十世都是出家高僧 都是守戒 这奇怪了 为什么是十世当中 你知道前后牵涉多少钱吗 从汉文景帝 一直到唐仪中 前后一叉 不多不少 一千年 换句话说他每一次都是得到高僧 活到一百岁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十世嘛 一世平均起来 前后差一百 一千年嘛 不是十世平均起来 你每一次几乎都活一百岁 长命百岁 还真是 然后都持戒 就差一个没念佛求往生 所以我就告诉诸位 光持戒没念佛求往生 还当高僧 事情还是发生 到了第十世的时候 在唐仪中的时候 唐仪中有信佛 那么唐仪中有信佛 常常上朝的时候 今天朝廷无事 我们宣 国师 误答国师 来 讲解佛法 讲的佛法非常好 非常好 唐仪中很高兴啊 就想要怎么供养他 可是当国师的人 什么都有了 是不是 那个交车两三台 庙好大间 那什么都有了 结果呢 他就 送给他一个 使坛 太思乙 好高 高到什么呀 高到悟达国师上不去 那么一般人上不去的 但是你在皇帝 金鸾殿上面 拿个楼梯能看吗 不能看 他就怎么样 皇帝当着大家的面 跪下去 让他踩着 踩着皇帝的肩膀 坐上 金龙太乙 这个太思乙 法座 这个皇帝不简单 对吧 这样子皇帝是不简单 当着大家的面 那这个时候的 悟达国师起了个念头 你看看 万人之上的皇帝 现在 让我踩着 肩膀 坐上 太思乙 你看看 我算是什么 我实在太敬佩 我自己了 你懂吗 他起了一个慢心 在慢心一起 刚好那天 值班的护法神 很不爽 他起慢心 就让开来 这一让开才几秒钟而已 等了十辈子 等到都 人老吹酒杯 人老 那个胡局都发白了 这个朝错了 终于 逮到机会了 进去 进去他身体 就 他讲完经下来之后 膝盖怪怪的 就在膝盖长了一个人面仓 人面仓 有眼睛 有鼻子 有嘴巴 嘴巴里头 居然还长牙齿 牙齿好会咬自己的嘴唇 咬得他透入骨髓 你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怪病 他结果他送到了什么 台大 长庚 什么的 到处去看 什么造什么断层 造什么染地 完全查不出什么怪病 开刀也开不了 没办法开 因为已经顺透到全身 结果呢 他才想起来说 早年他还小的时候 有位老和尚跟他讲说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不能解决的事 你到呢 西楼 西楼 楼就是哪里 龙是四川是不是 龙嘛 龙是四川吗 鼠才四川 龙是哪里 山西是吧 龙是山西啊 山东啊 甘树吧 龙是甘树嘛 我记得 是不是龙啊 龙是龙那个字的耳朵边那个叫龙嘛 那是山西嘛 陕西啦 陕西 陕西 龙是陕西 西龙就是陕西的西边 有一个是什么的一个山上面的双松树下 那个双松是要交叉 陕西那个双松树下来找我 他搞不清楚他想起来了 那么这皇帝让他去到处依这个人面窗 那人面窗多可怕你知道吗 要拿肉喂他 他有牙齿 你肉一喂他就 就自己吃起来了 你看他自己吃素 他得了一个人面窗要吃肉 不吃肉他就咬自己的嘴唇 咬到痛入骨髓 所以我诸位啊 刚刚不是讲吗 为之生焉之死 以他做一个太私以这件事情来说 起了一点慢心说 我觉得我还不错 我蛮了不起的 我好赞叹我自己 你说这有什么坏事 这犯什么法 蛤 有没有吗 有没有啦 有没有吗 没有 就以人的立场来说 他有没有什么违规 有什么大错没有 有没有吗 没有啊 皇帝给他拟禁 他有一点感觉飘飘然 这人间之常嘛 对不对 对不对嘛 但他招了这样子 所以你就证明了 为之生焉之死 你把生前的事情搞定 你死照样搞不定啊 你怎么知道 你过去世的业力是什么样 对他来讲 他的生是很OK的啊 做国师又持戒 然后国师还尊重他到这样 讲白一点 那也是佛教之光 对吧 对不对嘛 怎么都没反应咧 对不对 对 照说也应该怎么样 大家还给他按赞才对嘛 是不是 说起来也应该 绝对是大家恭敬的 但除了这种怪病 你能怨什么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今生搞定就搞定 哪有啊 哪有啊 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有好老公 好儿子 好媳妇 好师父 好车 好房 好身体 这样就好到底啊 不一定 他在消损你的福报 他在让你消除警戒之心 让你不想念佛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让你浪费时间 有没有可能 好啊 喝笑茶去啊 不来听经 就去喝笑茶 你就会打混 耗掉你的人生 等到你临终 我就是你的冤亲在主 你已经没有福报 可以依靠了 临死之前 心脏不想跳 你那个老公更爱你 难道还帮你跳吗 不能帮你跳啊 他再怎么爱你 是你的心脏不想跳 又不是他的心脏不想跳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儿孙再孝顺 不过就是拿钱 请医生 给你打针 给你开刀 给你打毒药 有没有 化疗不就毒药吗 是不是啊 给你割 气切不就是割吗 不割 不割还不行哦 他硬压着你去哦 他说他叫孝顺 你说那叫虐待 谁赢 他赢 孝顺赢 很多 很多学佛的居士 回到家里 看爹娘要往生了 不想细切 不想插管 不想再搞急救 正要签那个什么呢 不急救签名 证明的时候 他哥哥 一整年从来住在美国 没回来的 飘回来了 一句话 爸妈死是你造成的 我要让爸妈继续活着 你看你遇到这种冤心在主 你本来要死得好好的 现在死不好了 死不了了 季节啦 插管啦 打强心剂啦 外部什么加强 什么震动啦 简直就活虐待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那个一整年没回来的儿子 突然间就跑回来 在最紧要关头 他跑回来 结果呢 把你搞不死 让你不好死 障碍往生 你说 倒不倒霉 你不渡他 干怎么办 所以不要傻傻的 什么叫未知生焉之死 生人决定 当然很重要 但是不等于死亡就决定了 哎呦呗啊 多的是这种事情 一整年 两年三年 这儿子在美国 过了好好当医生 不回来 突然间这娘要死了 他飘回来了 他决定一切 把这娘搞得不能死 不能往生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事 多的嘞 特别是华人 华人就怎么样 好死不如歹活 他就是这种观念 我们往生就是好死嘛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他说还不如歹活 不如歹活什么意思啊 在那里搞气切 在那里搞什么 什么体外循环 在那里搞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抢救 在那里搞什么什么插管 这就歹活嘛 他说好死不如歹活 意味着翻成白话 就是说往生 还不如死在那死不去 躺在那死不去的好 还不如 就是他宁可不要让你往生 要让你怎么样 生不如死的躺在那里 歹活嘛 歹活不就生不如死 是不是嘛 你们这些年纪的人 要特别注意 用上我这个观念了 搞不好你比我早 是不是啊 所以说念佛很重要的 什么 未知生焉之死 这种观念不错 但不能用死了 你懂吗 他没有恶意 孔老夫子也没有恶意 但是你不能把这话听死了 因为他们不谈三世因果 对不对 咱们知道有三世因果 我们的市里有一个居士 他在中国大陆拿中医师牌照 他说他一辈子从小到大 从小孩子还没上小学就怕死 你看他有这种人 还没上小学他就怕死 一辈子怕死 一辈子怕死 然后他爸爸就当老师 当老师 儒家的背景很严重 他爸就从小就跟他讲 人死就没有了 你不用怕死 死了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这样傻傻的听 他一方面怕死 一方面觉得死了没事了 死了就没事了 有一天 他爸爸讲这话讲了一辈子 有一天 他爸爸跑去中国大陆 不管是旅游还怎样 得了一个急性病 回不来 结果在中国大陆的北京 急救不成 当场死了 所以说他们儿女不就要去吗 那一般来讲 华人都会怎么样 见最后一面 对不对 对不对啊 没见没事哦 注意听 没见没事 他们兄弟姐妹一道场 一见面那一刹那 他爸爸 注意听 睡觉的人赶快让他弄醒 去尿尿的赶快叫他进来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突然间 他爸爸 气孔流血给他看 心中有一句话出现 死后还有世界 死亡不是一了百了 在他们兄弟姐妹心中出现这句话 他说他知道 他爸爸一辈子给他错误的讯息 就在最后死亡的时候 用这样七孔流血 来让他知道说 你不来我不留 我来我留给你看 意味着什么 还有什么 中阴森的状态 这样懂吗 都已经死一天两天了 要七孔流血早就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不能讲话 他不能死了之后 他跟他讲 女儿啊 还有世界 再继续死 不能这样啊 对不对 只能怎么样 流血给你看 他用最后一口气 不是 最后一面 来告诉他 我给你错误讯息 你应该翻转过来 从今而后 他们兄弟姐妹都去学佛了 他那个哥哥偶尔还会来 万佛寺住了好几天 是这样 人很不错 这样 姐姐 就妹妹 是中医师啊 那也就很帮忙 很用心学 我就跟他讲 说对啊 你爸爸完全后悔了这件事情 但 你得赶快做功德回向给他 太多人 只念生不念死 而净土法门 刚好没别的 就是让你圆满 面对死 没有什么法门 这么慈悲的 我告诉你 什么法门 都得要大修特修 修到好成就 好有成就 净土法门 只要你听懂 我今天这些故事 你心里头警测 像我大学生那个时代一样 念一个死字 哎呦 不知道要死去哪里去 不想要死到哪里去 好恐怖哦 光是个恐惧感 你就要好好念佛 我的念佛 我知道到极乐世界啊 我不用怕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 念佛人 最好的事情就是 怕死 要面对死 你想哦 如果 今天有这么一个国家 警察 三更半夜 开了他黑车子 煞车在人家门口 然后进来 敲门 然后你睡眼心愁地醒来 某人 事法上 谁 是我 跟我走 你去哪里 别问 跟我走就被啊 啪啦啦就被抓进车子 扬长而去 你恐不恐惧 你怕不怕 主要是怕什么 第一 你是谁啊 第二 为什么你要抓我 第三 我去哪儿啊 我这三个都不知道 对不对吗 对不对吗 你看哦 我们儿女如果出国留学 或到国外去读书什么 我们在之前 我们在帮她准备冬 准备西 准备吃的 准备穿的 准备那个的药物 我们准备一大堆 帮她准备 对吧 然后还得帮她想好 到国外去读书的时候呢 哎呦 住哪里啊 谁照顾她啊 然后房租怎样啊 气候怎么样啊 学校入学如何 我们还不是要这样做 对不对 不一定要出国了 拿着去远地读大学 也得要这样为她想 诸位 她还在地球上 她还活着 她是我们的亲人 她还不是去死亡 她只会去读书 我们都要替她准备这么多 现在不是 死亡是什么状态 死亡是 晚上三更半夜 不知道谁跑得来 一把把你给抓走 然后也不告诉你 抓走你要去哪里 为什么要抓走你 要送你到哪里 让不让你回来 都没告诉你 但只告诉你一件事 你再也回来不了了 对于这样子一个旅途 对于这样子一个突然起来 突如其来的事情 我们居然不准备 浩浩天下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小学 国中高中大学 哲学系 什么乃至于宗教学系 都没在教这个事情 都没告诉你 这件事情很重要 而每一个人每天 都可能遇到这个事情 三更半夜 莫名其妙的人来 开来车子 把你抓进去了 说你要到哪里也不告诉你 然后只告诉你一件事 行李也不能拿 所有阳间的东西 到那里都用不了 然后还告诉你 你再也回不来了 对于这样子一个旅途 我们居然不准备 我们觉得 每个人都要走那条路 干嘛准备 我们居然是用这种想法 在过日子 这就是净土法门的重要性 就出现了 净土法门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第一 会来的 不是那些穿黑衣的恶人 会来的是全身放光的佛菩萨 会带你去的 是一个光亮无比 快乐无比 极尽无比的极乐世界 去到那里过的生活 是黄金铺地 是七重蓝薰 七重杭树 是共命之鸟 是一切佛菩萨在周边 讲经说法 而且呢 你还有神通 还有宿命通 作意 一作意之后 你就马上知道你的家人 在地球上 看到你死亡之后 他怎么反应 因为你的心力很强 你可以去感应他们 让他们不但不悲伤 还产生愉悦欢喜 你知道吗 我父亲往生 那时候我还在大 不 我那时候已经是当兵第二年 台湾 在我们那个时代 还要当兵两年 一年十个月 应该这样讲 现在是 后来是减成十个月 后来又减成半年 后来又减成四个月 现在还剩下四个月 基本兵 就基本资能 台湾 其实台湾男生当兵 是很好的经验 能够让他有人脉 懂得成长 面对压力 懂得面对 这样 而且有国家意识 这是很好的 但现在不知道怎么搞 就废掉那个当兵制度 那我在大二 我在当兵第二年 我父亲往生 那我就帮他自己做佛事 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佛事 我自己帮他念佛 我自己帮他超度 然后我请了一位师父来 我一个 我是独子 我是独子 你懂吗 所以没有兄弟姐妹 一个人打沐鱼 就不能怎样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请了一位师父 那位师父也搞不清楚 然后来的时候 他以为说 他要帮我师父念经 他要帮我爸念经 我说 不是 你帮我打沐鱼 我做围挪 那个师父第一次遇到有这种 这种业主 是这样的 完全傻眼了 我就起 我起因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做了超见的仪式 无非就念念佛啦 或者念念经啦 阿弥陀经啦 超见啦 拔见啦 不不不不念完 念完之后呢 那位师父很客气啦 他们 我们来了 他一来我马上就供养他 我们没等那个葬仪色的 葬仪色葬仪色跟他算 我们另外再供养他 所以我对师父是很恭敬的 我在家的时候 然后就这样念了念啊 和好 那隔壁的老太太啊 是最忌讳 你知道华人最忌讳死亡的 你懂吗 他便没学佛 结果你知道吗 他跑得来跟我妈讲什么话 我母亲后来也出家了 他跟我同一天出家 我母亲 我母亲出家九年之后往生 还烧出色力 他只有一个法门 念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 他只有一个法门 他读到小学六年级 就没再读书了 小时候师母 母亲找王 我的外公不疼他 他不给他学费 他十二岁上母之后 爸爸不疼 只剩下哥哥偷偷接济他 但没有能力让他读国中 他自己要搭两小时的火车 去批货 十二岁的女生 要去批货 批什么货呢 早年有那个花生糖 他就批那个花生糖一片一片 批着回来北投 到台北去批货 回到北投来 去卖花生糖 赚那个迎头小利 然后积占成为 一个学期的学费 自己去读书 这样子 所以我母亲是一生很苦 那这么的苦法 那么就 就 我跟我母亲讲说 没关系啦 我爸爸往生了 那我来处理 我母亲就 也因为她已经学佛了 吃素了 所以她面对自己的先生往生 她基本上都是我在安抚她的 她看我这个儿子很坚强 那也很那个 她也就 我这个儿子就安抚她 她就很接受 接受完了之后 我父亲还在停 准 我们家穷啊 所以也不能买那个什么好棺材 你懂吗 就那个七天之内就要烧掉那种棺材 就把他烧了 那就停在家里 诶 隔壁的老太太跑得来 你知道她怎么说吗 哦 非常令人安慰 这我真的 我没骗出 我第一次讲这个事情 居然是澳洲讲的 要有姻缘我才想起来的事 就我们正在念佛 我母亲在外面打理一些东西 大家都没什么悲伤 就说应该好好的念佛 我母亲也知道 这时候悲伤是不可以的 应该是要好好为她念佛 所以我母亲也正在念佛 帮忙真理 总是要真理 因为我们家才两个人 我父亲这样三个 我父亲又中风握病 后来死亡的嘛 那所以就真正才两个人而已 那我在那念佛 她就在打理外面 或者互换这样 那我是不想让我母亲互换 因为他们是夫妻嘛 你说念佛比较会 会有染性 会有悲伤感 就是我来念 我晚辈来 我儿子来背 妈妈在外面 就不要靠近她 这是我理解的 总是夫妻嘛 那 那那那那那那 他就在外面打理 诶 隔壁的太太来了 那个老太太几岁你知道吗 这七八十了 这最怕死的那种 你懂 最迷信的那种 那个家人有人生病 他还会看日子 不能够去医院 你听懂意思吗 有没有 台湾人也会这样 华人也会这样子的 有没有 在今年我流年怎么样啊 我不能够在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香客啦 或怎么样啦 我不能够去医院啦 不能去走丧事啦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啊 华人就这回事嘛 全世界最怕死的民族 大概就是华人了 对死亡禁忌最多的 大概就是华人 然后就讲 就这样子 那隔壁那个老太太 一向非常之迷信 连看病都得选日子 都得这样 诶 他跑得来哦 他跟我什么 他跟我娘怎么讲 你知道吗 诶 你们这是什么教啊 你看他连什么教都不知道 诶 你们什么教啊 没有啊 说佛教啊 哎呦 很特别耶 他怎样 你们家不像有死人 像在办喜事耶 他真的这样讲 他真的这样讲 哦 我听得太安慰了 这种人讲才管用 就怕死人 怕到不行的人讲这种话才管用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他就自己跑来跟我娘讲 我父亲都还在棺木 还在家里 不是棺木 不是哦 说错了 还是盖着往生被 还没入棺 连棺木都没钱买 你懂吗 要到那个殡仪馆 直接送出来之后才进棺 这样听懂意思吗 是不是还先冰着 两三天嘛 不过我是没有让他随便冰 我要念到全身冰冷了 我才会让他去冰 终究没办法 没办法 那个时间卡不住啊 你不能说 今天入关马上就那个 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 我那是什么想法 就是说 好像是那个排那个烧的日子 还得排这么一下 我跟我母亲怎么说 七天之内就把他给烧了 因为念佛已经念得很好了 而且那个死亡的状态就是说 明显的就是不会还魂了 为什么 因为身体上已经开始看出反应 是这样子 这样说我们很了解 就在这个状态底下 还在家里哦 那老太太跑来自己说的 那个老阿嬷自己说的 说你们家好像是办喜事 怎么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可怕 不让人觉得不愉快 我母亲说是啊 是啊 因为她已经被我心理建设很好了 她说是啊 我们念佛人就是这样啊 她就马上就说 那以后我也要这样 诸位啊 了生不一定就能这样托死 你反而导过来 你得先知道怎么托死 你才知道怎么了生 是导过来 我们得先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死 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才会准备应该怎么活 让未来我们怎么死 能够顺畅 是要导过来讲 生是为了死亡那刹那 做一切最好的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好的戒律 准备好的态度 准备好的念佛的意志 跟怨心 因为你唯一能准备 不是在死亡的时候准备 是在活着的时候 你才有力量准备的 不是吗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不想好 你要怎么死 你活着你要准备什么 也就是说 你没想好要去哪里 那你要怎么打包呢 到底是在澳洲 要带夏天的衣服啊 不用带冬天的啊 台湾正在冬天啊 是不是 你得想完墓地 你才能知道怎么打包啊 打包行李啊 合不合理 所以 了生托死 固然先讲了生 后讲托死 其实准备起来是 托死而后了生 这些想的托死怎么托 你才知道是了生怎么了 你可想象 想要往生极乐的人 活着的时候 每一件事情都跟人家竞争到底 每一句话都跟人家辩论到极致 没有一点点忍让的心 你说这样算是想要往生的人吗 你说他会吗 应该不会吧 你生命中有一个更高远 远大的目标 那就是什么 到极乐世界去 回路娑婆 广度有情 到极乐世界去 去广学佛法 成就 大菩萨生 有这种目标 那你这人间的小事情 什么隔壁家的垃圾 放到我们家门口来啦 说什么去 去外面买菜 少了一根葱啦 你会去跟他要吗 你会觉得耿耿于怀吗 会吗 会吗 当然不会嘛 当然不会嘛 诸位啊 那是生命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来念佛 我们得建立一个价值感在那里 那是生命最重要的价值啊 你说你老公对你好啊 老婆对你好啊 事业多好啊 哪一样你带得去 但到了极乐世界 样样好 样样具足 还能回路娑婆 还能自在 还有他心通 还能够马上回过头来看你那个老公 有没有因为你死了之后很高兴 还是怎么样 还是死了之后很伤心 你完全看得到 你不用透过别人打听 因为你有神通啦 到极乐世界自然有神通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你死掉的人 你离开了这亲爱的妻子 老公 谁 然后你死亡之后看不到他 不用担心 到极乐世界 回过头来都可以看得到他 那你会问咯 到回过头来看得到 会不会产生执着 不会 你懂吗 又看到自己的老婆 我才死没多久而已 我老朋友交新男朋友了 你好哦 是不是这样 不会 为什么 你要知道 感情是缘起的 那个缘一脱落之后 彼此之间是存着 道人 我说道人 存的是恩 不是染 染爱 存的是恩 恩懂吗 中国人讲恩爱恩爱 有没有 他不是讲爱情爱情 他讲夫妻恩爱 人家中国人这种讲法 不是讲夫妻相爱哦 相爱我说过就相爱 因为相爱而相害 因为相害再来相爱 西方人傻傻的 他才在讲相爱 人家中国人讲的是恩爱 有恩在前才有爱 你知道容貌是会改变的 相爱常常靠容貌 我还年轻 貌美 这个男人会爱我 外面美眉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开始 我们开始 这个身材往横的方向发展 外面的女孩子 还在一个一个的冒出来 一个比一个恐怖 火辣 男人笨得要死 以下就被迷惑掉了 如果男人不懂得恩 他怎么懂得爱 你只看这个外表 黄脸婆多伟大 为他生 为他喜 为他煮 为他牺牲一切 咱们女人喝下午茶 南部城 还会输给那些小妹妹吗 要不是今天为了这个臭男人 经理这个家 爱这个男人 我们去穿得美美的 谁不会啊 男人要懂这个道理 要感恩于这个女人 反过来说 女人也要感恩这个男人 为了我们这个家 这个男人的尊严在外面 常常扫地 常常被老板骂 他也要去为了做生意 忍辱负重 彼此间有恩 茫茫人海 地球上七十亿人口 他不找别人找我 那男人看女人说 人家是一个大家闺秀 我们呢 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到底有没有钱还不知道 他就敢嫁给我们 这些都是一场冒险 你懂吗 彼此间都是一场冒险 大家一面都是一半而已 但都投资了对方 这是一件很伟大的选择 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感恩对方 所以这一感恩了之后 就不会去在意 他外表如何 小小的性格怎样 好或不好 因为有恩在前 这个人对我这么有恩呢 我还能够念他的外表 念他的脾气 念他的怎样 不应该再这样 这个时候呢 佛弟子的戒律就现前了 情感上面就不会外移 就不会有邪影 那么对人 对自己的夫妻 对夫妻之间有恩 也就更懂得 爱护他的爸妈 爱护我们自己的小孩 爱护彼此之间拥有的感情 那他就进行了什么 要做对的事 你那个戒律的对的行仪 你就出现了 但是呢也知道 这个恩与爱不保证永远 因为能够共同来 组成生活 我们共同面对不一样的业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都是一个 某种意义上的物达国师 我们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 朝措在锁我们的命 你听懂我意思吗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以前吃的喝的杀的 这些虫蚁 这些虫子猪啊鸭啊鸡啊牛啊 我们害过的男人女人啊 感情上面伤害过的人啊 这些就是我们 生命中意义上面的朝措 懂吗 我们自己就是误达国师 我们也会贪爱 我们也会埋怨 我们也会自我膨胀 我们也会因为这样 而持戒有所损 然后让我们冤亲在主献钱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更知道 哎呀 那我要持戒哦 我念佛还没念那么好的时候 我要持戒哦 好歹嘛 让朝措不要那么早对付我 或对付我的时候 能够下手轻一点 对不对 不要让我一下得人面疮 了解意思吗 也就所谓的持戒消业 持戒减少 恶法 持戒具足惭愧 持戒对众生产生感恩 我基于感恩而持戒 我基于忏悔我过去曾经有的恶业 而我去持戒 我基于一切众生 皆是我的父母 我应该要持戒 清静 来利益他们 而去持戒 我基于夫妻之间的恩爱难得 我要去持戒 不要三心两意 这些都是从念恩 念死 念罪业 而心生警测 不是恐惧 还不到恐惧 但心生警测 古人讲 临终忏悔 悔 莫可及 就是说追不回来了 悔莫可及 不要在临终的时候产生后悔 我们必须 先把临终不后悔的事情 先做对 我们临终才不用后悔 临终后悔没机会了 你知道吗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 相想着 什么是我临终会后悔 一切犯戒的事 我刚刚讲 生命的最终目的 求生极乐 我们才一切安排圆满 对不对 那么接着 还没往生之前 我们要避免 我在临终生后悔 那就是慈戒的事 这刚好两件事 合到一块了 慈戒是了生 念佛是托死 先想托死 再来应付了生 要倒过来看 你就清楚明白 要不这样讲 大家都会懂得喝下午茶 大家都懂得游乐 为什么我得要这么辛苦 在那念佛 因为我有更远大的目标 我要托死啊 我愿意做这个付出啊 你看那个要考高中的 要考大学的 要考博士的 或者是要考什么高考的 或者是要做什么样事业的人 他不会在这个正要考试 或正要做事业的时候 他跑去玩 他跑去享受 他跑去搞那个小确幸 做那个小玩意儿 他不会这样 他不会这样自在就好 那不是这样子 胸中无大志 那也是有问题 胸中要有一个正确的志向 往生是思想 当然了 有人会问说 那我们生起往生的念头 那是为什么要往生 我刚刚 悟达国师的故事 可以再继续衍生下去 悟达国师呢 他就痛成这个样了 你看啊 第一我们来解析他 他是国师 要是讲人间的名利 或者地位 他有没有啊 有 而且还做得很漂亮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可以说就是佛教之光了 皇帝老爷子都能够尊重到他这样子 可见他 要学问有学问 要道德有道德 是不是这样子啊 要道横有道横 道德道横 道行啊 那行是这样 就果上说要讲横 有那个道横 那这个 要名声有名声 那么皇帝不尊 没有到对儒家 道家有这样大的尊重 他对佛家 在金鸾殿上展现这样 你说他这个 是不是 让佛教很有面子 对吧 这些都圆满 结果嘞 结果嘞 这些哪一件事情 不是他努力来的 是不是他努力来的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对不对 这不就像我们今天面对的一样吗 哪一件事情 不是我们努力来的 儿女我们生的 事业我们创的 家庭我们成长 我们支撑的 对不对 钱我们努力去赚的 而且 清清白白的赚的 对不对 而且我今天能够有今天这样 也是我努力读书来的 要不我就我努力 呃 去表现 然后被拔着而来的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一切毫无疑问 是我们努力来的 物达国师不也这样吗 不也这样吗 但 有保证他没事吗 有没有保证 他都没保证 他时事持戒做高生 持戒也 做高生也 都没保证 那我们呢 回答一句 回答一句 有没有保证 对嘛 这样为什么要求往生 就清楚了没有 求往生才保证 我们谁都不可靠 靠阿弥陀佛老大 才靠得住 这就是从物达国师 故事当中看出一个事实来 时事做高生 时事的持戒 时事的修行 仍然抵不过 怎么样 当年的一点乌黑 对吧 那个乌黑不过就是读书人的嫉妒 你懂吗 因为他们同班同学 那什么事情就是曹措说了算 曹措是电视名嘴 那个司马迁 司马 对 那个司马迁说他是政论评论家 政治评论家 不就是 我跟你讲 说他是电视名嘴还侮辱了他 电视名嘴根本不是个咖 你懂吗 人家他不是 他是真正的政论评论 也就是说 对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说话能力 他是玉石大夫 玉石大夫 玉石大夫一般来讲就是 对国家政策给予戒言的 所以他主张削弱反属国 其实是他作为一个政论 国家政论者 国家政策的拟定方向的提议者来说 是很合理的 但司马迁对他并没有太同情 原因是认为说他动作做太大 太快 而且他不需要那么急切的用这么激烈的方法 太激烈会引起反弹 可是后代 像 好像司马超还是谁的 忘记了是谁 又有评论家认为 认为说 他在怎么差 他的评论就跟 司马迁评论不同了 所以说你要知道 司马迁不过就是一个评论者之一而已 另外评论者就不同 另外评论者他认为说 他就算有错 他也罪不自私 对不对 因为他只是提供意见的人 最后决定拍板定案一定是老大 老大就是文景帝 就汉文景帝 你老大你要扛这个责任才对的 最终的责任是皇帝要扛 怎么你叫他这个去扛呢 这也就罢了 而且你做一个皇帝的人 你对你的爱诚 你居然用偷杀的 对他不让他知道 就这样半路用警备总部的人员 把他骗去东厂 当场没有任何的辩论 跟所谓的司法程序 杀了 杀了也罢了 杀他全家 哇 这谁敢帮你做事 你这皇帝也太 怎么样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不评论皇帝 我也不评论 谁怎么样 我是说 有人这么说 那不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何以顾 我不敢评论古人 何以顾 因为水灿有这么讲 梁王灿也这样讲 我觉得有道理 他是说 古人的事情是被片面的记忆 好坏是被片面记忆 我们后人来评论他是 凭着这个片面的记忆 很可能是片面的记忆 记录啦 不是记忆 记录而去评论他 很可能就评论错了 或者是不是他的角度能接受的 这样我去评论他 他又不能跳起来跟我辩论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对他不尊重 这样懂吗 所以我刚刚不代表我的意见 我只说有人 由前后的历史学家 他对他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对曹错也有一个 教比同情跟教比不同情的角度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 这在教你做人的道理 懂吗 教你用佛教缘起的角度 来看待事情 很多面向 但无论哪一个面向 曹错终究难逃一死 对吧 是不是 那死亡之后 死亡之后元岸呢 元岸他即便去出家 他没有念佛求往生极乐 对不对 十四座高僧 可以说一切都是他努力来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不掩饰 一切都是我们努力来的 是吧 是不是嘛 今天我们能过这样日子 好坏暂且不表 你我能坐在这里 还能够安稳的听经文法 一切生活都是我们努力来的 经过的健康 也是你努力来的 搞不好你也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每天做运动 都是你努力来的 但是这能保证 你不会遇到你生命中的潮磋吗 所谓生命中的潮磋就是 一场冤业无常现前的意思 对不对 对不对 相不相信 相信 对啦 这样就对了 求往生 对不对啊 对 求往生没那么复杂 就记得咱们也有一个潮磋跟在旁边 对 你不知道的 他作为一代国师 不 什么才一代 十世国师喔 十世 一千年都做国师 还躲不过 咱们算谁啊 要不要 要不要好好求往生 所以我们要向 袁岸跟曹措致敬 对不对 他们的视线 让我们后代 清楚明白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故事在展现这个意思 有时候你七讲八讲 要叫你们求往生 很难讲得通 这个故事一听 你就知道了 我们比得上他吗 完全比不上 是不是 人家 做高生 十世还不能成功 就不能成功一个托世而已 了生他每次都做得很好啊 对不对 每一次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常常讲 不要误认了生啊 了生只是个基础而已啊 托世才是什么 拼输赢 才是输赢的最终啊 所以人家常常讲 怎么活 好活歹活 临终一早 你把握得住 一切一笔勾销 你要活得很漂亮 死得很凄惨 偶艺大师常常讲 活着的时候 隐隐轰轰 要名声有名声 要什么有什么 临终的时候 七七残残 无人能帮 无人能忙 无人能相取代 听起来好恐怖耶 但真的就这样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看看当年他得了那个病的时候 人面窗 皇帝帮他找多少国医啊 后来没办法拉 他想起来要到松松树下 对不对 皇帝还跟他派了一台什么样的 越野车啊 而且还四轮独立悬调 你知道吗 为什么 轿子嘛 轿子不就四个人抬吗 四个人不是独立悬调吗 然后要抬上山不就是越野车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坐上皇帝特许的 怎么样 四轮悬调 越野车 上山的耶 这算是他的福报啦 是不是这样 要没这个他也很难到达 那么到 唐朝 唐朝也定都在长安啊 对啊 长安那就陕西什么 所以西龙 所以不会离太远就对了 还好没有跨省 是这样 不过他还是要四轮悬调 独立悬调才可以 不然太痛了 太痛了 所以你想想看 他是有这个大姻缘 然后后来遇到加罗加尊者 就是他当年照顾的那个老和尚 就跟他讲说 好 我已经替你排解 你明天到寺里的后面 一挖清泉留下 你到清泉那 去洗那三昧之水 就跟他这样讲 他到的时候 清一同子出现 清一同子跟他怎么讲 国师啊 尊者等你很久了 听这话真的要流泪啊 咱们有病 咱们有业 佛菩萨 慈悲啊 早就等着我们了 我们那个生死大病 无量节以来 阿弥陀佛已经等着我们了 清一同子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心里头 你想想那个境界 那简直要落泪的呀 是不是啊 等你很久了 等你很久了 还记得这句话 清一同子说 我们尊者等你很久了 你看看 如子亦母 如母亦子 子不亦母 母虽亦子而能何为 对不对 儿子常常不念母亲的呀 是母亲在念儿子的呀 尊者在念众生 众生不懂能念 阿弥陀佛念众生 众生不懂念阿弥陀佛啊 久远劫以来 十劫垂首 欲皆无人 我们都没给他接回去 十大劫以前他成佛 这是一个比喻 他不止十大劫以前 他更久了 他是以一个 以十大劫做一个表证 表证很久远劫以前成佛 阿弥陀佛成佛 那是不是接引之手都垂下来 要接引我 我们傻傻的都不懂回去 欲隐欲皆无人 我们不懂得 弥陀佛等我们很久了 了解吗 了解吗 所以不妨碍我们世俗的生活 我们要记得世俗的生活是如幻的 要知道吗 没永远 极乐世界才是就近安稳 让你的儿女 让你们夫妻 都懂得到极乐世界去 那才是就近安稳处 要把生命的价值建立在那里 那是剩下的时间在干嘛 在人间干什么 努力赚钱可以 好好过日是OK 偶尔旅游一下 来台湾看看事物也可以 也OK 这没有关系 但是要懂得戒律 不要还没往生前 把法生会命 犯戒给犯坏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你在人间犯戒 你人间的冤亲在主 是会抓得到你的 你听懂我意思吗 你老是要宰活物 你老是感情不忠 你老是偷鸡摸狗 你老是在那里 那里那里那里 那里这个这个这个 逃税或者骗人家的钱 你在临终你不会暗闻 杀盗 邪淫 妄语 这一类行为你得少做 你才不会障碍你往生 那你平常你要多听 净土法门的道理 要坚定求生极乐的想法 我们是在 我们要常常念着苦空无常 死不安稳 死不知去向 我们要常常念这个事 才不会像世俗人一样 在这个一般泛泛的文化当中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现世生活 的美好啊 现世生活的永远自在啊 多子多孙 多钱财多名利啊 都这样干的呀 你的儿女也正在做这个事啊 没办法呀 他要安稳 在世间生活他得要经历过这些 但你不能忘记 这绝对只是一个过程 他不能变成生命的全部 他尤其是不能作为生命的后半部 你到后半部来还这么求名 求利求财求情 那完蛋了 你听懂意思吗 越到后段来 你接近往生的时间就越近 你要越来越准备 这个时候你要是已经犯了一堆戒了 或者根本对戒律无所在意 那你那个习性也好 戒律行为也好 犯戒的夜阴也好 都在障碍你 意念极乐世界 你临时你说你万一得了一个病 你就手忙脚乱 没有一个心可以依靠 为什么 你犯戒啊 你的心就造恶多啊 再来你犯戒善神不护啊 再来你又犯戒 你的心一定是躁动难安啊 然后你的躁动难安 你就意念着极乐世界 那个悟达国师 都有一个朝错的可怕冤心在主 你就越来越不在意 因为不守戒意味着什么 不守戒意味着你对世间的贪爱 你身越多 还有你的我值越重 你的自我 这种杀到淫妄的这种自在性 随意性越严重 那你造得越越重 自我感越强 你对于意念阿弥陀佛就越加的弱 它是有互动关系的 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持戒你才能往生 并不是意思 而是说你学着持戒 让你念阿弥陀佛更加的精粹 更加的完整 而且不是完整 更加的容易 更加的能够深入 因为你身心安稳嘛 就好像说禅定本身跟戒没有关 可是缺乏戒律你就很难禅定 为什么 因为没有戒律心躁动难安 杀到淫妄天天来 你心怎么静下来 静不下你怎么得定 没定你怎么有会 固然定不等于戒律 但是戒律却能支撑定 有点这种意思 固然念佛不一定说一定要持戒到怎样 但是你要犯戒你临终你大堆业障现前 你一天到晚杀鸡宅羊的 临终的时候一堆鸡羊就出来了 这个广化律师 台中南普陀的广化律师 他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他在当军中的那个时候 少尉还是中尉的一个军官 小的军官 曾经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一路带了兵在中国大陆 他哪里一路就这么往南 最后迁到台湾 这过程当中他带兵 那过程当中进入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有人没人他是没说 但是他讲到他说 他要看到鸡看到猪 他就跟他阿兵哥讲 全部歼灭 干嘛弄来吃啊 那阿兵哥有了 有了他老大这么一讲 啪就去了 责任都算在这个将官的身上 结果呢 后来他出家了啊 有点像那个元昂朝错的故事一样 他也出家了 出家之后有一天啊 必净土官 必净土官的时候正在念佛 他念佛必净土官 总比那个悟达国是好了吧 是好的 但是呢 他没有回向求忏悔 他缺了一个 他开始是 他持戒持得很好 持戒很好 但是他又缺了一样 回向冤心寨主 念佛也要回向冤心寨主 就是所谓消灾啦 啊 忏罪了 结果他在闭关的时候 远远突然间醒来 梦中啦 梦中感觉 那个鸡鸭鱼啊 鸡鸭猪牛啊 一路排班 从南普陀排到什么 排到台中火车站 火车站好像排到台中火车站 南普陀离台中火车站 还有一段距离耶 后车站 对 还有一段很不少的距离耶 他排到哪里 他完全看得到哦 他觉得很奇怪 就这样一翻身 平地摔一跤 脊椎摔断 脚不能动 就这样做轮椅的 他是这样做轮椅的 他也知道 他说在现前给他看 所以诸位啊 了身 脱死 是为了求生极乐 但脱死之前 那个了身 有个东西要做 持戒忏悔 要做 持戒不再造心恶 忏悔呢 忏悔旧恶 所以呢 我轻轻忏功的时候 忏功就这样跟我讲 他说啊 修行啊 先学忏悔 先学回向给所有的冤心在主 念佛拜佛 除了自己求往生极乐以外 要想着 他们也在受苦 要为他们 我们的冤心在主 回向同生极乐 你都没有真的想要往生极乐 你的回向力量不大不增嘛 对不对 你要很真诚的说 这也是我要的 现在我也回向你们也一起要 一起往生极乐 这才有力量啊 不然讲假的 这东西我就不喜欢吃 然后你跟人家讲 这个好吃哦 你不骗人 自己我很想吃 然后我说这个好吃给你 他才会感动 有没有道理 你才能够敢当人家相信嘛 不然还是 那你让他都能一起往生了 他还报你仇吗 不用报啦 极乐世界好到不行 你在极乐世界干过哪 两个人打架的 没有 极乐世界连五戒都不需要守了 杀 不需要杀 到 大家都有还要到吗 赢 都是 都是17岁 平平17岁 大家都17岁 都是男众 干嘛要赢 莲花化身 不用父母啊 不需要赢 那杀到赢 忘 忘 大家都有他心通 你还讲什么谎话 一讲出来就漏涛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用讲谎话 再来酒 在那里非常自在 干嘛喝酒 喝酒反而不自在 所以没有酒 所以没有五戒这个东西了 这么自在 这么好 你不去 所以 极乐世界求生的同时 要慈戒求参悔 懂吗 今天呢 因为我们游览车的关系 那么呢 我们 那个 我们摄影的师父 一再警告我 不能超过时间 那么呢 今天很高兴 大家都 没有打瞌睡吧 没有 真的还假的 这么给面子 非常谢谢常住师父 常住的诸位师父 你们 这个成就这么好的道场 特别是感恩了我们老和尚 那么 那么再来就感谢常住师父 那也感谢我们 一起同来的师父 比丘比丘尼师父 还有乃至于呢 我们现在一起同来 在同在这里的 无论是跟团来还是在地的 我们诸位居士 一起圆满 那么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奖金的法会 那希望呢 希望呢 未来大家有缘 回到台湾来看看 万佛寺也可以 让你参加佛期 打佛际什么的 那当然呢 这个最重要的 有没有回来还是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来看我还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要记得 了生脱死 是以游生极乐为最核心 那么现世活着的时候呢 就是以忏罪 持戒忏悔 那么作为辅助 那大概一生就能了办 那么过程当中 你当然要多听经 诵经 作为增长智慧 跟增长道心的方法 那么这样子应该 一生就不会空过 那同时呢 再加上我今天上午讲的 大家呢 要知道 要怎么样传递佛法 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这样让我们的往生 就比较有所靠 万一他不懂往生 他到临终 帮我们乱弄一通 这也很麻烦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要这种种种因缘来聚集 聚集 那么才好 那么这以上就是从上午 一直到下午 它是合在一起 结合成为一个同一个概念 在讲的 把它整合起来 应该对你就很有帮助了 好 我们想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回向 一起来回向 我们发愿 众生无边室愿度 烦恼无尽室愿断 法门无量室愿学 佛道无尚室愿成 心臟 智慧如海 智歸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誓众恩 下祭三度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佛 南无阿弥陀佛